各位可以好好想一想 更不要提 有时候这个高雄出包 八个字名言嘛 重北 清南 中央八成 这是南部高雄最喜欢用推托之词 就是当时的高雄市政府最爱用 明明欠最多钱补助拿最多 但是最喜欢讲中央八成 所以地方县市首长向中央喊话怎么了吗 你不能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啊 这几个出来回应的人当中 我觉得陈其迈算是比较可取的 因为他虽然还是站在中央的立场 但起码他话说的比较好好说 他说这个和李四川副市长已经沟通过了 也确定没有要重写 那最后甚至还话锋一转开一点玩笑 说这个韩市长怎么没有揪他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认真去看 韩市长直播里面 其实不是痛批也不是痛斥 相对来讲 比较像是一种软性的诉苦 所以陈其迈用一种比较有建设性的 就事论式的态度去回应 我觉得是比较对大家有帮助的 那苏院长这个整个人气呼呼的 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在气什么 纵使韩市长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关于时间点的细节有一些出入 但是他讲的内容并没有问题 包括他讲的这些东西 刚刚大家看到都是有公文的 内容是有所本的 其实苏院长的高度应该要去 就他讲的事情内容去回应 而不是针对那个时间细节的出入去强化 他应该召集自己的团队 问题厘清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是就算你点出了时间点的出入 但是并不会影响到这个事情 确实是发生过的 刚刚这个公文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招工部是12月7号发的文 那时候的高雄市长 还是前朝的许立民 就是代理市长 那当时韩国瑜虽然已经当选了市长 但是还没有上任 12月12号这个捷运系统土地开发的会议 因此取消 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2月了 可是还没有收到要重新开会的通知 你说他急不急